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是1月14日 星期六 今天會跟大家說兩宗新聞 第一宗是與黎智英有關 昨天晚上 黎智英本地律師團隊緊急割席 澄清說 與海外律師黎智英團隊沒有任何關係 至於為什麼會有這些割席行為 我相信深水清的觀眾都應該知道答案 稍後就跟大家詳細看這個新聞 和告訴大家為什麼會割席和割得這麼快 黎智英真是一個身有類人死有類鬼的生物 基本上他現在走到哪裡去到哪裡 對於不同的地方 對於不同的人 甚至乎是收他錢為他提供服務的人 都會帶來不同程度的麻煩 黎智英這個人可以說是相當恐怖 現在連本地律師行都說 因為要收他錢為他服務 都被他惹上了一個不小的麻煩 然後輪到第二宗新聞 會和大家看看我們的勞工及福利局長 他今天在電台做節目 談論有關最低工資的事情 我今天不是和大家討論最低工資 不過也是因為最低工資 由之前的36元加到現在40元一小時的時候 在社會引來很多議論 甚至乎有些機構計算過 原來就算最低工資加到40元一小時 也好也是等於少過領援的 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宣局長 他就回應了一堆說話 他就說 其實上班不只是為了賺錢 有很多香港人很有骨氣 寧願工作也不想拿社會福利 這樣說 其實我看到局長這系列的說話 我是有點生氣的 因為我發現 似乎局長不太了解香港基層的世界 究竟是怎樣 究竟香港的基層大家在想什麼 以及大家在面對一個怎樣的處境 不過由於他是局長 大家都知道我很尊重政府 所以今天就不用一個罵爆的方法去說 用一個理性中立並且基層人士的角度去告訴大家 究竟我覺得局長他所說的說話 有什麼錯 有什麼看漏了的地方 因為似乎局長他的人生 就站在一些高位 站得太久了 所以或許童年可能是經歷過一段貧困的時間 但可能都已經將他忘卻了 未必真正了解基層的真正需要和大家的那種心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隔離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還有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壹傳媒的黎智英涉嫌違反了《港區國安法》 被控全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還有他那些罪名就不算了 原本定了在今年的九月開審 期間爆發了黎智英 黑球外國勢力干預案件的消息 被多方譴責 當中可能是包括我 我也有拍片去罵 黎智英的律師團隊似乎龍女雞造反 弄出雙包胎的鬧劇 她的香港律師代表澄清 從來沒有跟外媒所指出的國際法律團隊 就著黎智英的法律訴訟專業上有任何聯繫 黎智英在香港的法律代表羅伯臣律師事務所 在昨天晚上發聲明 有關於黎智英的國際法律團隊行動 尤其是在英國求援的報導作出澄清 聲明中提到 該團隊是黎智英在香港刑事案件 還有括弧寫刑事編號 還有提及是其他訴訟的唯一法律團隊 黎智英從來沒有委託其他人代表她在香港的刑事和有關訴訟行為上 總之就是跟所謂的國際團隊沒有任何聯繫 如果我是那間香港律師行的老闆或合夥人 我就謝謝你 黎智英 因為一間的律師行如果不是這麼快發聲明的話 再加上律師團隊 我怎知道你香港和國際的律師團隊有沒有溝通 如果不知道的話 而這個人又隨時跟國安有關 以及他的海外團隊已經是 基本上跟勾結外國勢力差不多了 到時國安就捉不到一些在海外的人 但是一些在香港的機構就可以上去調查 大家想想如果作為一間以賺錢作為最主要目的的律師行 無緣無故被國安上來調查 封了整個單位 大家不要動 那些電腦文件全部拿回去慢慢調查 對於一間律師行的聲譽 以及對於一間律師行的運作 都可以說是相當之頭癢 以及就算你現在發了聲明 由於黎智英這件事 全香港的人都會關心 所以現在透過報章 大家都知道就是這間羅拔臣律師行 幫黎智英工作 如果其他的客戶看到 這間我也有光顧的律師行 原來可能會有危機 大家也會有點不放心 因為每一個人或每一個機構 總會有一些秘密 就是說我不想讓其他人知道 就算不是犯法 我也不想讓其他執法機構知道 我只是希望我和律師行 之間的律師能夠知道 但是由於黎智英這種狀況 再加上他犯過的罪那麼大 會不會突然之間 明天凌晨就拘捕人風暴 所以也不是 即時就要發聲明 做一個澄清說 他的海外團隊完全不關我的事 他在外面搞了什麼妖娥子 我什麼都不懂 不知道 不懂 所有事情都沒有跟我說過 因為萬一原來有提及過 原來有聯絡的 原來本身是知道 有這隊的國際律師團隊存在的話 那就慘了 到時候 有關係 有關係需要調查的話 到時候 想不到一間律師行 正常打開門做生意 隨時會惹禍上身 就算最後沒有惹禍 沒有律師被拘捕也好 但是對於自己的聲譽 也會有所影響 因為通常律師或律師行 去處理整個香港都很關注的法庭事件 其實也是律師行 去展示實力的機會 當然了 老牌的律師行 可以繼續去展示他們 一直很厲害的肌肉 對於一些 可能在業界行內 沒有那麼出名的律師行 如果他們有幸有機會 可以處理這些案件的話 基本上就是他們發圍 或者是去展示自己的肌肉 準備被人挖角的好機會 因為 那時候你不一定是說 要將被告由有罪 打路變無罪 例如說 由一些很重的罪行 變成比較輕的罪行 明明要坐中身 變成只坐三年就可以 其實這些都是在表現肌肉 告訴其他人 自己是一個很厲害的律師 其實每個人看到這些案件 都想接的 除了有錢之外 可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但殊不知 原本一個自己想著 用來一展拳腳的機會 誰知拍一聲 隨時變成行內的過街老鼠 甚至會引起警察上門 不過 基於律師行 他們有自己的生意原則 一旦跟開你的案件 就不可以即時跟你割席 以及黎智英給得起錢的話 律師行還是要繼續接這宗生意 繼續去做的 還有 其實我自己會在想 究竟黎智英口中所謂的 國際法律團隊 是否真的有這個團隊呢 因為現在這個團隊 正在做的行徑 我沒有讀過法律 但感覺上 跟港區國安法 即是外國勢力那些 是很明顯有抵觸的 如果一間正經的律師行 是否真的會去幫客人做這些 有機會犯了某一個地方的法例的事情呢 這樣說 律師收了你錢 雖然他們有些條例說明 一定是要幫你去做 一定要去接理這宗案件 但不是說你給錢 就算客人叫我去犯法 我也會去犯的 但很明顯 黎智英的國際團隊 就是在公然勾結 外國勢力的狀況下 是否真的有正規公司去做呢 因為稍微大型的律師行 即是跨國律師行 可能紐約也有分店 中國也有分店 香港也有分店 英國也有分店 德國也有分店 對於這些有些規模的跨國律師行 是否真的有膽去接這些案件 是否真的有膽不按常理出牌 就說明我要緊急健身衛城就可以健身衛城 那麼容易就說可以約到英國的國會議員見面呢 我自己有個問號在這裡 究竟是真的有個正式有牌的律師團 還是單純黎智英在海外有人 他未必是有律師身份的 但他代表黎智英出聲 然後到處去找人見 就像那些黃人打那些所謂的國際線 大家看到了 就算黎智英身在監倉也好 不代表他沒有能力做其他事情 就算他人坐在監獄裡也好 他也做了很多事情出來 是很瘋的 第一他又可以搞到 人大要為他做事 然後律政司為他 香港政府已經花了 只是那幾次的上訴失敗 已經花了八十多萬 整套做起來在黎智英身上 花了一千多萬也不奇怪 還有又可以令到英國新衛城 發了聲明指著香港來罵 說會為了黎智英報仇 又說會做什麼實體行動 黎智英是相當之恐怖 就算坐在裡面也好 都可以繼續運籌為壓 不過黎智英的事就說到這裡了 今天就看看究竟鄭仔對孫局長的說話有什麼不滿 先看看新聞 最低工資凍結四年後 由今年五月一日起 將會上調至時薪四十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咸 今天在電台節目就表示 自從2011年實施最低工資以來 升幅已經達到42% 形容是跑贏了通脹少少的 對於有團體就說 如果最低工資是四十元的話 計算每日工作八小時所得的月薪 到最後原來連縱援都說不上 宣局長回應就說 工作是能夠實踐人身價值 就不能夠領取縱援去做比較 人究竟是喜歡上班還是不喜歡上班呢 其實上班不只是為了賺錢 對於一個人的精神面貌 健康也很重要 香港有很多人很有骨氣 寧願工作也不想拿社會福利 新聞讀到你這就算了 因為我不是想就著最低工資進行討論 只是就著局長說的這句話 我已經接下來可以說十多分鐘 首先局長已經用了一個小妙招 因為他告訴你 最低工資已經升了很多 但他在說與2011年對比 但為何政府在說加電費的時候 你又不用年份去做對比呢 最初加電費開股的時候 是有玩樂的 最後是跟大家說 電費加幅是拿著去年11月的升幅 去和今年2023年1月做對比 然後大家看一看的時候就發現 原來電費升幅只是升了個位數百分 但是有傳媒發現了 然後就踢爆了這件事 然後隔了一天 政府都公開承認道了協 然後大家由2022年1月 去對比2023年1月 即今個月的電費就發現 港燈加了一倍電費 中電就加了四成 還是接近五成的電費 即是說電費的加幅 一年都有這麼多 但是我們宣局長 他去對比最低工資的加幅 是拿2011年和2023年去做對比 即是相隔了12年才加了42% 你不要說跑贏通脹 你連電費的一年加幅都跑不贏 電費只有一年都跑贏了你12年的最低工資升幅 而且這裡只是計算中電 計算港燈的話 最低工資不知道要等多二十幾三十年才能追得到一倍的升幅 你把數字畫一標準拼在一起去看 就很明顯看到 根本就說服不到最低工資加得足夠 不過這不是針對政府 關於數字上如何演繹 這是統計學和會計的藝術 不僅政府機構 所有機構有得選擇 都會選擇公佈對自己有利的數字 以及對自己有利 對自己形象觀感比較好的表達方法 這方面不斟酌那麼多 接下來看一看宣局長的說話 他說上班是實踐人身價值 不能夠跟拿中緩去做對比 人究竟是喜歡上班還是不上班 其實上班不只是為了賺錢 對於一個人的精神面貌、健康也很重要 我想其實宣局長可能是做得人上人太久了 有些人如果他的工作能夠賺很多錢 而且對社會很有意義 又或者是對他的公司很有意義 或者是這麼說 如果他沒有工作 他下面有幾百個家庭都沒有工作 這些夠意義 責任夠沉重 對於這些人來說 他的工作就真的有意義 他上班除了能夠賺很多錢 滿足到自己的物質生活之外 他的工作是連帶影響了幾百人 甚至幾千人的經濟命脈 那就絕對不是為了錢而上班 是說背後有很多的壓力 但是能夠擁有這麼高尚心態的人 往往他們本身已經是衣食無憂 何謂衣食無憂呢 例如你賺三十萬一個月 和你賺二十萬一個月 當然金額上有差別 和也差得不少 但是對於你正常的日常洗肺來說 就算你每次要坐的士上班 你每次吃飯 都要吃五個水一餐 其實是沒所謂的 因為你賺三十萬和你賺二十萬 你的生活數字是可以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而你也可以得到一個滿足的 對於這些高高在上的人來說 他就可以認為上班不是為了錢 因為錢再多 但是對他的意義已經變得不太重要 局長賺幾十萬一個月 他當然是有資格去說這些話 其實整個政府架構的高官 大家可以去想 就像我們特首李家超說 如果他不做特首 假設他突然間即時退休 我肯定他也夠錢退休 再不是鄧炳強不做保安局局長 他繼續做一哥 然後突然間退休 我也相信他夠錢可以退休 但是為什麼李家超和鄧局長會繼續做下去 是因為他們有使命感 是因為中央任命他們去做 而且他們都知道自己有職位 是為香港付出很偉大的 有些東西用錢是沒辦法衡量的 所以為什麼他們喜歡上班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蕭一哥 也接受訪問的時候說過 一個星期上班七日工作 更多於愛他老婆 甚至乎他女同事跟他說 如果我是你太太 一早跟你離婚 經常想著上班 那就是因為這些社會精英 他們是真的知道社會需要他們 但是對於基層來說 我們過緊的是生存 但是社會精英們 他們過緊的是生活 他們工作衣食無憂 還可以有成就感 有榮譽感 有社會對自己的認同 但是我們基層人士是怎樣 對吧 首先我們基層人士收入極少 應付不到坊間水電費的升幅 還有局長 特首 還有很多立法會議員 他們是沒有那麼容易被人取代的 大家想想 局長要突然在任期內離開 特首要在任期內離開 是一件很大的事 全香港都是關注的 所以他們是很難那麼容易被人取代的 基層人士說被人解僱就被人解僱了 到其時他老闆出去說 請別人用什麼 於高大上的人來說 你沒有了份工 你轉頭說退休就可以退休 但是基層人士沒有了份工的話 是真的在想下一個月 究竟可以怎樣去過 而對於基層人士來說 上班當然是為了錢 社會貢獻這些 基層對於社會的貢獻是有 但是有很多人是不懂得珍惜 以及是叫做留住基層人士 反而就覺得 基層人士就是羅斯 少一顆無所謂 除非你全部都沒有了 那就有所謂 但是羅斯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其他替代品 當然有些人是真的拿著最低工資去上班 但是有三層樓 他真的見無聊才出來工作 我相信這些例子一定有 但是我比較相信 銀行存款少過兩萬元 餐找餐食的基層人士 他們是佔社會的大多數 即是我覺得 局長是拿了一些社會上極少數的例子 去跟基層人士拼在一起去對比 即是給我的感覺是覺得 完全體會不到基層人士那種辛酸 以及面對未來的那種不安感 你作為局長 你作為有前途的人 你真的可以東加吾打打西加 甚至乎你打算辭任不當局長 特首可能親自下來勸你去哄你 甚至乎有些官員都走來哄你 是不是什麼事啊 不要啊 你不如留在這裡 有什麼問題我們可以一起解決 那些人是求你上班 因為那些精英是說公穩他 但是基層人士是我們拼命 都可能只有一份待遇很差的工作 如果拿中門是真的可以爽我上班的話 那我為什麼要拼命去社會最骯髒的地方去工作呢 即是你猜對著那些骯髒的地方貪過人 你覺得在那裡我真的找到人生意義和價值嗎 如果我拿中門也是可以不用做的 他他條條的 喜歡睡著睡 喜歡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 上網上網上網 都是拿那份工資 甚至乎可以拿得更多的 為什麼要難為自己呢 然後局長下半句話 他就說 香港有很多人很有骨氣 寧願做事都不想拿社會福利 我覺得這方面其實都是錯的 最起碼和事實有點相違背 其實有很多基層 不是說他們不想拿福利 是他們不懂得拿福利 究竟自己是否符合條件 不知道 究竟去哪裡填表 不知道 拿到份表後怎樣填 不知道 交完之後什麼時候收到通知 因為有時候 社會福利的表格 你又要查全家 又說要銀行戶口 又說要影印 然後有時候又說 那些股票 那些保險 全部都要拿出來的 但是 基層人士的工 可能有時候就是現金出糧 或者他根本都找不到上一家公司 去開工作證明給他 因為有很多的阻撓 有很多的不方便 還有大多數的基層人士 他們學識水平不高 不要說不懂英文 可能連一份中文字的表格都不懂 然後你說 找人去幫忙填就行 好吧 我去社會福利處 找那些所謂的公務員幫忙 他最多只是負責我填好之後 幫我收份表格 你猜他真的會幫我 盡心盡力去幫我填完份表格 有些人是懶的 他才沒有去拿所謂的社會福利 大家想一下 好像小紅書一樣 有很多國內同胞 他們很熱心 他們拍片分享 我怎樣就可以去香港拿公屋 然後還有影片 還有字幕 還有BGM 去教其他同胞 怎樣第一時間申請單程證 下來香港又怎樣做 但是香港政府有沒有好像人家小紅書 又拍片 然後做廣告 去推銷 去告訴香港人 怎樣可以獲得 應該屬於你的社會福利 可能有的 但是我不見 還有我講的那種拍片 不是那些政府賣一兩次廣告就算 是真的手把手那種 拿著表格教你怎樣填 你不知道這裡是不是屬於 合資格人士可以去哪裡查 那種是最人性化去教你的那種影片 我是不見的 甚至乎以前我那個年代的人都有說 一過了18歲就申請公屋 為自己有個保障 那政府有沒有公開教育 沒有 基本上都是自己要去學 然後不懂的去問三姑六婆怎樣填 那份表不懂的上網查 問一些帶我一兩年的人怎樣去填 那都是說 因為我願意主動我需要我要去填 但是從來沒有政府推廣過去教我的 那試一下反過來說 香港的福利制度就是放在這裡 但是很少主動去推廣去教香港人怎樣去拿 但是大家反過來 如果以前政府去叫做谷針的時候 不是曾經派過人在公屋、居屋洗樓 然後逐程按鍵叫公公婆婆打針 那你試一下用回相同力度 找些公屋去洗樓 找些專員按鍵就去問 婆婆你拿了水果金沒有? 你拿了老人津貼沒有? 那些什麼高靈津貼? 中門你拿了沒有? 你還沒拿? 你不識字 你不知道自己拿不拿都不要緊 你告訴我 我政府派來的 有警察可以做證的 你交了你的資料給我 然後我立場幫你填 填完之後 婆婆你簽名之後 十天之後 那些款項就可以打到你戶口裡 你試一下用這種力度 這麼方便給人拿社會福利的時候 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香港人 這麼有骨氣不拿社會福利? 我相信真的有這麼少數人 但是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沒有拿社會福利 不是基於他們有骨氣 而是基於 原來我可以拿到這個福利的? 我也不知道 是基於根本推廣不夠 根本資訊不夠 反而國內同胞去教大家 怎樣拿香港社會福利 怎樣可以申請半年特快公屋 反而人家在小紅書做的事 比香港政府更多 結果你宣局長 反而去拿這件事 以香港人的身份來自豪 我會覺得 有時候香港有些地方 有些不好的地方 不要緊的 不要就改了 正如我都知道 現在香港千瘡百孔 李家超積極都正在改的 但是不好的事 你可以收起來 不要說 如果你決定要把香港不好的事 拿出來說 麻煩你用一個希望改善的心態 告訴大家 不是反過來 好像曲解了意思 還要以此作為自豪 也是那句 不去評論 究竟最低工資 40元夠不夠 但是 有時候真的曲解了 基層人士在社會生活的那種艱難 因為宣局長真的太過 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認為 上班一定是為社會帶來意義 或許他的工作 因為他的工作 勞工及福利 很多人都是看他賺錢的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基層人士來說 我們有多少時候 真的會被人尊重 我們有多少時候 真的會被這個社會 肯定我們的付出 其實真的沒有的 如果真的要去肯定基層人士的付出的話 我相信很多藍靚的人工 已經可以去追到一些專業白靚的人工 對吧 今集我也知道自己說得 邏輯有少少敏亂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今天說說王嘉義的影片 已經被人限流限到飛起了 希望這條影片就不要被人限流 如果這條影片都這樣被人限流的話 都可以準備取綜援 不過這個只是說笑而已 好了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們明天早上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